为了救回被绑架的女孩 警方和父亲尽力满足绑匪的所有要求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绑匪还是残忍地进行私票 后来因为日本天皇去世 这件案子只能被搁置 直到14年后 这起案件重启 当年参与这个绑架案的警察 经过走访调查 才发现了许多被层层掩盖着的 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好 我是市长八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日本犯罪电影 兆和64年 前案 兆和64年1月5日 女孩祥子像往常一样 在和父母打个招呼后 举着手里的小玩具 跨着红色小皮包外出游玩 看着女儿的背影 烟菜场老板老田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盯住女儿要早些回来 但他没想到的是 直到夜幕降临 女儿也没有按时回家 察觉不妙的老田立刻报警 老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警察松岗和警察阿三 买来了最大尺寸的行李箱 来到老田家 在同事的带领下 松岗和阿三 见到了此次案件的受害者家属 也就是老田和他的妻子小美 阿三将行李箱交给同事 在询问案件的进程后 松岗和老田打了招呼 并向她保证 一定会找到她女儿 小美在朋友的帮助下 强忍着泪捏饭团 招待家中客人 而此时 工厂的电话响起 一个女职员接到了这通电话 在这通电话里 绑匪自称佐藤 他要求老田在下午四点前 带上熟军来到咖啡店 说完便挂到了电话 为了确保老田的安全 已经能顺利找到写匪 警察在老田衣服口袋里 装上窃听器 还在行李箱内也放置了监控 一切准备就绪 老田便带着行李箱 开车前往咖啡厅 在他的车后面 几辆围装过的车子 紧紧跟着他 里面坐的都是警察 到达咖啡馆后 老田急忙带着行李箱进入 看着坐在咖啡馆里 烈眼朦胧的妻子 老田愣了一下 原来妻子也担心女儿 所以早早地来到了咖啡馆 老田叹了口气 此时时间恰好到达四点 咖啡馆内的电话响起 老田接起 绑匪又让他前往另一个餐馆 之后 辗转了五六个地方 绑匪不停地让他兜圈子 知道天已经完全黑了 老田才依照绑匪的要求 来到一座桥上 看着绑有塑料袋的路灯 老田明白 这就是约定的地点 于是他将行李箱 从后备箱取出 拖到桥边 然后费力地扔进水中 看着箱子随着水流 一路向下 老田返回警察身边 第二天一早 阿三便带着一群警察 守在下游 见到有个流浪汉 前来取箱子 急忙上前将人抓住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那个打开的箱子 居然是空的 很明显 绑匪在上游 取出了里面的钱 然后又将箱子 立马放进水里 被抓的人是踢罪羊 而真正的绑匪 依旧逍遥法外 查了箱子内的监控 他们确定绑匪 果然是在中途 取走了雏金 线索冲断 案件就此停滞 在回警局的路上 阿三看到大街上 插满了降了半级的国旗 立马反应过来什么 打开车内电台 里面果然传出了 天皇去世的消息 而此时 他们也获得了 女孩的最新消息 警方在郊外 一辆汽车的货币箱里 发现了失踪的箱子 箱子死了 她的手脚被绑着 眼睛嘴巴也被交代封上了 小小的她 还穿着失踪当天的衣服 整个身体蜷缩在后备箱中 早已失去了呼吸 看见这一幕 松岗和阿三的心情 同样沉重 比他们更绝望的 是被警方强行拦住的 老田和老田妻子 老田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 想要冲破之雇 再去看女儿一眼 一旁的小美已经气不成声 两位警员正拦着他们 不让他们靠近案发现场 由于当时的侦查水平有限 所以这场绑架案 只能被迫截案 由于天皇的离世 只经历了七天的兆和六十四年 就这么结束了 新的年号为平成 时间一转眼来到十四年后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 阿三带着妻子来到了殡仪馆 去确认那具无名女士 是否是自己的女儿 白布慢慢被拉开 眼前出现的脸 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 夫妻俩同时松了一口气 这具女士并不是自己的女儿 阿三为此庆幸 但他们失踪的女儿 依旧下落不明 隔天 阿三按时出门 在和保安点头示意后 到达警局 记者们正围堵在他的办公室前 针对一起 孕妇开车撞到老人 是否实名公开不断争执 见到阿三来了 记者们立即将人围住 他们认为 阿三昨天在开会时 将他们扔下是不对的 尽管听说阿三的情人病危 记者们依旧不依不饶 心情十分不妙的阿三 并不想理会他们 直接进了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后 领头的记者小松提出意见 他认为应该公开 肇事者的名字 即便肇事的孕妇 已经怀孕八个月 也不该就这么包庇他 而警方这边就提出 是为了孕妇的心理和身体状况 才决定匿名处理的 这时一个女记者提出 坚决反对这种处理方式 此时身为宣传官的阿三 站了出来 她告诉记者 被撞伤的老人 没在人心道上过马路 这就算了 老人还喝醉了 横穿马路 一个记者立马就跳了出来 说那也是孕妇 没有看前方 要知道身为受害者的老人 可是受了重伤 现在还躺在医院 彻底失去意识呢 双方各执一词 进行激烈的争吵 没人愿意后退一步 最终谈判不欢而散 记者离开后 波浪卷关心地问阿三 他女儿有没有事 阿三闷闷地回应 是宾仪官搞错人了 不久后 阿三来到上次的办公室 想要问一下 拜托他找自己女儿的事情 怎么样了 在来的路上 他遇到了朋友 朋友安慰他 已经知道了他的事 宾仪管那个女士 不是他的女儿就好 然而阿三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躺在兵仪馆的那个孩子 也有他的父母 同样会感到悲痛 结束谈话后 阿三进入办公室 上司让阿三再提供一些 关于他女儿的信息 比如指纹和压科病例什么的 这样方便警方排查出现的女士 而阿三却笃定 女儿还没死 询问上司叫他来有什么事 上司告诉他 下周警察庭长官要来视察 视察警方对当年64案的调查 也就是14年前那个 持续一周的 小女孩被绑架 然后被抛尸 汽车后备箱的案件 因为发生在前天 天皇逝世的时候 所以这个案件 又被称为64案 之所以喊阿三来 是因为他当年 参与了这个案件的调查 阿三直截了当地询问 视察的目的是什么 上司告诉他 是为了调查外界群众 对警察的态度 以及表达出 警方一定会侦破 此类案件的决心 并要他做好 报社的思想工作 阿三反问道 这个是14年前的案子 现在都快过追查时效了 所以长官才来视察的吗 上司说道 更多是为了 视察警方内部的秩序 接着上司提出 视察是在这周四 长官需要在下午3点 进入被海人家里 进行慰问 在小女孩的临位前 进行祭拜 最后 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最近两天 需要阿三去争取 得到死者家属同意 阿三告诉上司 这该64案专案组的人去做吧 况且 最近因为车祸报道的匿名问题 记者对警局的态度相当不满 上司并没有给他回答 而是告诉他 你女儿的事我会进行的 这明显就是威胁 阿三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离开办公室后 阿三带着布甲 往老田家赶 再次来到老田家 阿三感受到了极大的不同 往昔热闹的咸菜场被关了 旁边的换洗店也关了 村子里四处透露着破败 老田家门外 墙上贴的是一幅小孩子的画 上面画的是一家三口 但画质已经泛黄 阿三静止来到老田家门前 按响了门铃 房门打开 出来的是一个蓬头勾面的男人 男人正是老田 他邀请阿三进屋 阿三看着面前头发花白的男人 沉默不语 他没想到 才过了14年 老田就苍老了这么多 进去之后 阿三发现 乡岸上除了女孩的照片 还多了几张老田妻子的照片 在与老田交谈后 阿三才知道 小美在一年前 因为生病去世了 现在家里只生老田一个人 阿三告诉老田 即将有高官前来进行视察 因为响子的案子 将在一年后失效 这样做可以提高警察的士气 让警方继续寻找凶手 所以他拜托老田 答应这次高官的拜访 还说 到时候会有记者采访 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事 才会有更多的知情人 提供线索帮助破案 但是老田拒绝了 他刚开始是寄希望于警方的 可过了14年 他早就对警察失望了 至于阿三说的那些话 他一句也不相信 老田面无表情地 请阿三离开 回到警局 阿三告诉同事们 老田拒绝了接受此次采访 同事们都很惊讶 说怎么会 阿三说 老田并没有将警方放在眼里 甚至对警方怀恨在心 而此时 记者的领头小松进来说 他们的记者协会 将针对车祸的匿名问题 向阿三的领导提出抗议 波浪头拦住小松 并说希望他们不要那样做 但小松坚定地说 如果不公布招事者的名字 那么他们记者协会 就会去举报阿三 工作一团乱马 回到家中 阿三看到妻子手握着电话 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因为在女儿离家出走后 曾经打过一个电话回来 但听到父亲的声音后 很快就挂断了 在那之后 打回来的电话再也没有声音 隔天一早 阿三就被上司交到办公室 阿三告诉上司 记者协会要向他们的领导抗议 上司责骂阿三没用 为什么放任记者协会 遇到这种情况 阿三询问上司 这次的车祸事件 除了肇事者是孕妇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上司告诉他 赵氏的那个孕妇 是警局局长的女儿 他们应该主动寄予照顾 上司又问阿三 关于老田的交涉办得怎么样 阿三告诉他 正在交涉中 之后阿三又从上司那里了解到 车祸中的老人已经死了 但是这件事不能被记者知道 回到自己办公室后 阿三吩咐手下去安抚好记者 之后 阿三独自一人 去与记者主任进行谈判 记者主任答应了阿三的要求 但是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顺利 在与记者们的会议中 他们并未遵守与阿三的交易 小松和记者们再次带着抗议书 去找警局的领导抗议 在得到消息后 阿三立马带着人去阻拦记者们 好在他们终于拦住了他们 双方在这时进行争执 在拉扯之间 阿三撕破了小松手中的抗议书 小松警告阿三 他们记者协会会抵制与警方合作 在下周的领导采访也会进行抵制 记者们生气离开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警方决定将消息泄露给另一家出版社 以此来对抗记者协会 与此同时 阿三来到当初一同参与六十四案的同事老王家 他告诉老王 自己已经去过老田家了 因为领导要对六十四案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慰问 但是老田拒绝了这件事 他想问问老王 六十四案的专案组和老田之间发生过什么 老田为什么那么讨厌警察 老王告诉阿三 没有抓到凶手 而且案子再过一年就要逾期了 人家当然会生气 然后老王反问阿三 是不是为了姓田的记录 刚开始阿三还没想起来这是谁 思考过后 回想起这个人是在六十四案过后 就主动从警局辞职 然后消失不见的人 阿三追问老王 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老王告诉他自己不知道 而且当时的警务部长下了规定 不可以将此事告诉其他人 就连老王自己也被下了封口令 离开老王家以后 阿三找了当时的警务部长 从警务部长那里 阿三了解到 关于领导对六十四案的视察有问题 但是具体有什么问题 他并不知道 之后阿三就被人赶了出去 阿三并没有就这么放弃 他又从妻子朋友处得知 当年六十四案中的一个其中纪录员 在其他人离开后 曾独自以人哭泣 好像知道什么内情 之后找到线索的阿三 又来到纪录员家 从纪录员母亲处得知 纪录员在六十四案发生以后 就将自己锁在屋内 谁也不见也不说话 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当阿三问起 怎样与纪录员进行联系 纪录员的母亲埋怨地表示 这与他无关 阿三告诉他 自己的女儿也曾经将自己 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但是他现在早出来了 纪录员的母亲说 他们是从门缝里 每天塞信进去 但是纪录员从来 没有进行回应过 从纪录员家里出来以后 阿三接到了妻子朋友的电话 问他关于妻子的现状 晚上阿三回到家中 和妻子进行了谈话 说同事们家中或多或少 都接到过无声电话 希望妻子不要太在意电话 每天盯着不放 但妻子坚信 那是他们的女儿打回来的 阿三告诉妻子 每个人都在关心她 希望她不要就这么放弃自己 但妻子却提出 都是因为她女儿才离家出走的 听到这儿 阿三心中满是苦涩 当初女儿是因为不喜欢她 才决定整容的 还说要把脸上 像父亲的地方全部换掉 眼睛 鼻子 脸颊 下巴 这些地方通通要整 她不要长得像父亲 她恨心惊 这让阿三很是气愤 她准备动手教训女儿 然而却被妻子拦陷了 但是在第二天 女儿就离家出走了 阿三也后悔不已 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对女儿就好了 阿三跟着六十岁中 当时负责给绑匪电话录音的人 但那人告诉阿三 他们记录员并没有录到凶手的声音 在阿三他们到达之前 其实老田和凶手还有过一次电话 但是因为记录员的失误 他们没有录到那次声音 因为是整个组的错误 所以为了不接受处罚 当时的组长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这也是记录员在那次案件之后 主动离职 并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14年的原因 他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才造成了老田女儿的死 阿三又问他 老田是否知道这件事 那人说老田知道 所以老田才那么痛恨警察 紧接着 阿三又找到了当时的录音组小组长 此时他已经晋升为警察署长 阿三找到他时 他正举办着游街活动 看到阿三 小组长立马从游街队伍中出来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聊天 阿三告诉小组长 他已经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他想知道 当年小组长究竟跟记录员说了什么 小组长和阿三说 他告诉那个记录员 如果那个被绑架的女儿出了意外 都是他的错 听到这儿 阿三才明白 为什么记录员会一直愧疚14年 了解完前一后果后 阿三再次来到老田家 这次老田剪短了头发 阿三独自一人 来到女孩的灵堂前 他想起了跟自己交亲的女儿 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看到一旁的老田 他后悔不已 泪流满面地看着老田 忏悔地说 自己非常后悔 但他还是希望老田能答应这件事 看着远去的阿三的背影 老田跟出来 告诉阿三 自己答应接受高管的访问 似乎事情都在想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女儿死得如此击散 老田真的就能这么原谅凶手 和无作为的警察吗 酒吧内 波浪卷正带着手下安抚记者 阿三在和波浪卷的电话中得知 手下也在酒吧内 他要求那新上任的女警立刻离开 但是那女警告诉阿三 他想做一个真正的警察 想要融入大家的活动 后来 阿三在家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上面全是对警局的批判 于是他来到警局询问小松 小松告诉阿三 自己不愿意告诉他这么写报道的原因 并且要求阿三道歉 在小松处寻求污果后 阿三去找了上司 希望上司能主持公道 然而上司却让阿三向记者协会道歉 不管是下跪还是怎么样 一定要让记者协会 放弃对采访长官的抵制 实在不行 就公开肇事者的名字和住址 听到这些话 阿三气得脑可疼 只好去找当年的上司松岗 松岗告诉他 既是这次长官视察 不过是个幌子 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换人 因为刑事部长 只有上司认定晋升的人才能担任 阿三听完之后 闯入了高级领导的办公室 希望他可以收回命令 不要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 因为刑警可是在前线 靠着热情拼命地抓捕凶手 就这么直接调走让人信任的领导 会让刑警陷入混乱 但是领导并没有听他的话 而是转了话题 直接找人赶走了阿三 被赶出办公室的阿三 感受到了警局的最后一次博良 看着电视上的上司 正在公布一起强奸案 受害者的具体信息被公布 阿三脑子里闪过 这些天他调查过的是 记录员年迈的母亲 孤身一人的老田 阿三一拳一拳地打在电视上 所有的愤怒都在此刻爆发 警察到底是为什么存在的 自己又是为了什么在坚持 上边的人一句话 就能换走刑警中心耿耿的部长 这究竟是凭什么 离开警局之后 阿三到酒馆喝闷酒 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来找他的记录员 记录员问 昨天找他有什么事吗 阿三已经决定 放弃再追查当年的事情了 因为现在的警局昏暖不堪 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了 所以他不打算再追究那些东西 可是记录员的道谢 让他觉得有什么事情 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 等他想起追问记录员时 却突然醉倒在路边 最后还是记录员将他送回家 不久后 妻子将阿三喊醒 阿三问妻子 后悔和他在一起吗 妻子说 自己遇到他时 是想被人喜欢才去做好事 而阿三不一样 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 还会将其他人的事 也当做自己的事去做 听到这些 阿三用水将自己冲醒 回想起自己当年的热情和热爱 他决定放弃了前途 选了良知 最后 阿三给记录员送了一封信 信里面写着 不是你的错 之后 记录员又失去了踪迹 小组长坐在公园里沉思 而回到警局的阿三 决定彻底解决这件事 并向记者们坦白 波浪卷指责他 说阿三不顾及其他同事 如果事情败露 所有人都要跟着玩玩 阿三冷清告诉他们 这次长官视察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换掉 辛苦了半辈子的刑警部部长 听到这些 同事们都沉默了 最后 在与记者们的谈话中 阿三告诉记者们 在以后车祸的问题上 将采用实名的方式 小松疑惑地问死对头阿三 条件是什么 因为之前 他们可是怎么都不愿松口 阿三说没有条件 记者们都觉得很诧异 他们并不相信他 阿三告诉记者 上次准备先对肇事者进行实名 等长官检查后再进行匿名 以此瞒天过海 再加上上次还提出 在能引起大众关注的特殊案件中 要把强奸案中受害者的信息公布 这种处理方式让他觉得恶心 所以他想把事实的真相公布出来 希望记者们可以考虑清楚 但是记者们仍不相信阿三 希望他能够出示证据 针对这一问题 记者们吵了起来 因为如果阿三说的是假的 那么他们要冒很大的险 最后 阿三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将记者们告知那个肇事孕妇的真实姓名 同事们试图拦着他 但是阿三早已孤注一掷了 阿三告诉记者 肇事者名叫华子 是警察学局长的女儿 而且那个被撞上的老人 早在被撞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看着阿三 孝松仍旧表示拒绝与阿三合作 阿三轻笑 说记者们只会做这些 他公布这些信息 不是为了让记者们组织冷冰冰的语言 而是想把丞相还给世人 他违背了警方的意愿 向记者们公布了这些事 也没想过继续在这一行干下去 阿三讽刺记者们 继续同他争斗下去也没关系 反正他已经决定实名公布 他们要去向领导抗议也没有关系 反正很快就会有新的人 来顶替他的位置了 听到这些 记者们开始讨论这些话的真实性 之后 阿三将去世老人的基本信息 讲给他们听 老人孤苦伶伶一个人 没有孩子 没有亲人 妻子去世以后 只是偶尔去小酒馆喝点酒 就这样一个无权无事的悲惨的人 难道就活该这样死去吗 紧接着 阿三又和他们讲了64案 在兆和64年 那个被绑架 然后被撕票的女孩 当年案件因为报道过少 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被害人家属的老田夫妇 和其亲属的心情 并未被传达 因为这件事 发生在前任天皇驾崩时 大家都忙着关心天皇驾崩 但是并没有人关心 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孩的死亡 但是有一个人 永远被留在了兆和64年 那就是女孩的父亲老田 他被永远留在那一年 所以阿三希望 记者们到时候采访长官 能给在天上的老田女儿 一个交代 所以他请求记者们 可以对长官进行采访 说完这两个故事 小松泪目了 他不知道 这件事情背后 还有这么多的引擎 之后 小松带着同意书交给阿三 记者们同意了 对长官的采访 随着视察时间的到来 阿三与妻子道别 出发去警局 到达警局后 阿三和同事们正在确定 长官视察的计划 这时 一个记者走进来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整个警局 就只剩下他们这个部门有人 而其他部门 都只剩下一个人 阿三带着人去看 发生了什么状况 各个部门 包括部长的外出办案 车库的大部分车都不见了 阿三从会议室跑去 毫不意外 他被揽在门外 在政治过后 门被打开 阿三看到了房间的画面 领导要求阿三 暂停对长官的采访 立即申请签署报道协定 原来是发生了一个 跟赵和64案相同的绑架案 同样的劫匪 同样的赎金 以及同样的获取赎金方式 所以各个部门 都在忙着参与这件绑架案 得知整件事的阿三惊呆了 他当然看得出来 这绑架手法 以及所要赎金的方式 都和14年前一模一样 那么凶手 也会是14年前 那个杀害老田女儿的人吗 阿三不知道 只是他又想起当年那个 蜷缩在汽车后备箱里的 小小的女孩 所有案件暂停 阿三紧接着投入到 对新的绑架案的调查当中 这次被绑架的是 一个17岁的高中生 好了 赵和64年前篇就到这里 之后会给大家带来后篇 我是八哥 我们下期见